大家好,俄罗斯的媒体已经证实,驻日本驻弗拉迪沃斯多克总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,一名外交官被驱逐出境。 这个外交官是领事,叫镇点元器,他已经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。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,在滨海滨江区当场抓获了携带大量现金的镇点元器,他是日本驻弗拉迪沃斯多克政治事务领事。 根据国际准则,外交官在其工作场所享有国际的豁免权,外交豁免权。 所以他很有可能被驱逐出境。 那么现在俄罗斯公布的消息,他参与了间谍活动,具体什么间谍活动没有公布,但是从他身上携带大量的现金来看, 这个间谍活动是和相关的经济情报有关,并不是军事,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涉及军事情报的收集。 那么现在来看,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,在远东地区的关系,现在在逐渐下降。 大家知道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,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在下降。 实际上现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什么? 形成了一种新的对抗的一个态势,就是中国俄罗斯在逐渐的走进, 而日本、美国、韩国在逐渐的走进。 那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,中国和日本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庆祝活动。 那因为俄乌战争,日本成为反对俄罗斯入侵西方的盟友。 那么北京方面,中国方面对俄罗斯的态度,现在遭到了日本的批评。 日本、澳大利亚也签署新的防御中国的条约,联手美国以及欧洲对抗中国新丝绸之路。 大家知道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,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。 几年前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进行对日本的国师访问。 习近平访问日本以后,随着北京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东北亚地区的力量的投送, 包括在南海、在台海、也包括在东海和日本的钓鱼岛方向和日本的摩擦。 那么中日两国关系明显下降。 最近几个月,中国也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。 导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。 日本方面也向中国抗议。 在钓鱼岛中日的海上的对抗也在持续升级。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本质上是对中国的焦虑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中国的强大。 中国的强大实际上让日本非常焦虑。 还有一点呢,就是俄乌战争,再加上中国这个二十大,习近平连任,也让日本,国内的很多的专家、学者,他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。 所以整个的中日关系,在逐渐的走向紧张,走向对抗。 大家知道日本是美国的长期的重要盟友。 但是呢,他一直在扩大火盘关系。 包括恢复和澳大利亚、印度、美国的四方联盟。 另外呢,岸田六月份也在日本出席了北约峰会。 所以现在来看呢,日本正在积极的联合着西方,那么配合着美国组建亚洲版的北约。 咱们再看经贸关系。 日本考虑五年内将国防开支从目前的1%提高到GDP的2%,代表日本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。 日本的和平宪法仍然限制日本的军事能力。 但是日本呢,面对中国,他现在要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。 所以未来东北亚地区会进行军备进散。 另外呢,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,日本方面对参拜靖国神社,包括二战这段历史,日本方面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。 所以看,日本国内对中国越来越强硬。 欧盟呢,现在呢,正在准备联合着日本,一起呢,对抗中国的新丝绸之路,包括呢,联合着日本,在非洲,在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国家,扩大欧洲,以及日本。 他对当地的投资。 所以可以看啊,整个的日本,现在呢,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。 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,刚才讲了,除了这个俄乌战争以外呢,本质上还有中国这个台海问题,也包括中国这个二十大。 中国二十大,习近平连任这个问题。 我前面讲过二十大的这个视频,现在呢,其实很多人也在留言,希望我呢,多讲一些。 我呢,花点时间,把呢,我对二十大,对习近平连任这个事情,观察,我的观察,给大家分享一下。 从我的看法呢,实际上呢,习近平呢,是1978年以来,中共高层,最有权力的领导人。 这个所有人都要承认,这是我的观察,我只说我的观察,这是我本人的观察。 78年以来,历任中国的领导人,习近平是最有权力的,最有权力,你不得不承认。 咱们来看啊,包括江泽民现在是96岁,江泽民现在96岁,身体也不好。 而且呢,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庆典,江泽民都没有出席,所以江泽民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糟。 所以呢,他实际上不能影响到习近平的执政。 从胡锦涛来看,胡锦涛呢,实际上他在任的时候,大家都其实都心里明白,他并不是强权, 强权的领导人,他甚至呢,在军队内部,他的影响力都有限。 所以胡锦涛,他对权力的掌控,也不能影响到习近平。 习近平呢,实际上上任以后呢,罢免了大量的胡锦涛,他的共青团派系。 我那期节目也讲了共青团,共青团是胡锦涛打的,但共青团,他的许多成员,在习近平上任以后呢,把他们的权力削弱了。 所以呢,很多海外华人不太理解啊,我怎么把这一边的逻辑给你讲一下。 所以习近平,他虚弱胡锦涛共青团派的能力,特别在中央的能力。 所以呢,对习近平的执政也没有威胁。 你看啊,胡锦涛,江泽民都没有威胁。 那前任里边呢,跟江泽民一起的还有一个曾庆红啊,包括呢,胡锦涛,温家宝都是总理。 那么这两个人呢,还有一个事情啊,这两个人,他们实际上呢,因为是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,另外呢,还有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。 这两人实际上在中国的影响力现在是有限,被什么限制呢? 被反腐败运动限制了。 很多海外华人,包括咱国内的很多听众不太了解。 实际上你看,习近平搞这个反腐败运动,就是在限制一,曾庆红,二,温家宝。 那我打腐败,那你们有一些人的事情,是不是? 你要低调一点。 如果高调了,你包括孙力军这个事情,你看到吧? 那就是杀鸡儆猴呢,这是我的观察。 那你看曾庆红也好,温家宝也好,他的权力也被限制了。 反腐败运动把他们的权力也限制了。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低调,低调,这是我的观察。 所以蔚蓝的习近平在二十大上,他的权力应该是七八年以后,中国中共的领导人里边权力应该是最高。 而且很有可能会连任,这是我的观察。 那么咱们再谈啊,未来中国,二十大以后,那现在我呢,谈谈我自己的看法。 二十大以后呢,中国呢,跟美国的这个竞争会白热化,这是我自己的观察。 因为从现在来看呢,包括台湾问题,包括和日本,在南海和美国这个冲突。 习近平连任以后,和美国这个对抗要升级,做外贸的,另外呢,和美国有生意往来的,有金融,金融相关的,有一些生意的。 你自己要想清楚,二十大以后,对美,对美,中美这个关系,要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。 那美国呢,现在加大了对中国出口的限制,特别是高科技产品,对中国的经济也有负面影响。 未来呢,中国呢,实际上会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进行这种正面的对抗,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会进一步恶化。 这个呢,就需要中国的亲美派出面,就中国呢,有一批亲美派,亲美派会在从中斡旋和美国从中斡旋平衡中美关系,这是下一步。 另外呢,实际上中国呢,也会加强和俄罗斯,还有巴基斯坦,哈萨克坦,中亚这些国家,组成中亚的一个集团,就是利用上和组织,在中亚地区稳定,包括和俄罗斯,组建这个中亚地区的维和部队,稳定中亚。 那实际上也是要跟美国对抗,在中亚地区对抗美国。 那新冠呢,现在我个人的判断,23年,23年实际上这个新冠的零容忍政策不会取消,23年都不会取消。 所以呢,有可能是24年到25年,这个零容忍政策会取消,也就是20大以后,一年之内是不会取消的。 这是对新冠的我的看法。 另外一点呢,习近平呢,二十大以后呢,我个人的判断啊,他呢,会着手,选拔自己的继承人,那就是下一届的领导人。 这个呢,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。 大家知道,习近平呢,如果连任以后呢,他呢,一直可以担任国家主席到2032年,也就是第22次党代会。 有十年的时间,他可以寻找自己的接班人。 那现在呢,我,谈谈我自己的看法,最有希望的是习近平的门生,兼首席顾问丁薛祥。 他是1962年出生,丁薛祥1962年出生。 另外一个人呢,是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,1960年出生。 那到2032年,从1962年到2032年,那么丁薛祥呢,都是70岁了,70岁了。 由于年龄的现实,那习近平很有可能从1970年代出生的这些官员里面,选拔自己的,选拔自己的接班人。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,从70年代出生的这个官员里面,选拔自己的接班人。 那大家未来的看点呢,实际上就可以关注啊,习近平提拔70年代出生这些官员。 重点培养的对象,包括树立强大的政治形象。 这70年代出生这些官员,习近平,未来十年要重点培养他们的政治形象,培养起来。 另外呢,会提拔包括副部级的,副部级,省部级的一些官员,要提拔。 从这里面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,这是我给大家的一点建议。 那么台湾问题呢,我觉得习近平会越来越强硬,和美国在台海,未来这个斗争会白热化。